維持邦交的成本得要考量進去 每個友邦如果關係好 或者收到錢 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的時候 就會去宣讀台灣交的稿子 中國和民國是聯合國體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就只講這一兩句話 對宣揚台灣主權有用嗎 我覺得一點用都沒有 宏多拉斯總統秀馬拉卡斯楚 在14日推文表示 已經指示外交部長處理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事宜 這場突如其來的外交轉向 原因為何 其實很明顯 就是經濟需求了 路透社透露 宏多拉斯在發布這則推文的前一天 曾經致函向台灣索討 25億美金的金元 真的 就是為了這25億美金 就要跟台灣斷交了嗎 這什麼朋友 針對這25億美元的報導 宏國外長雷伊娜回應 這不是金元 而是尋求台灣購買 宏國公共債務的再融資機制 公共建設支援等 他表示 宏多拉斯快被債務淹沒了 現前曾經要求台灣每年5000萬美元的援助加倍 並且重新調整建台灣的6億美元債務 但未獲台灣的積極回應 宏國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因為經濟需要 由於這場外交風暴發生在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友邦 並且過境美國跟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前夕 包括外交部長吳釗燮都認為 時間點並非巧合 甚至有人解讀這是中國要給美國台灣下馬威 這次不同以往還特地預告斷交有濃厚的中國操控的影子 似乎想要借拉長負面效應干擾台灣的政局 兩國斷交的時間點還可能會選在蔡英文出訪的時候 不過宏多拉斯轉向中國倒也不是無稽可循 我們之前介紹過宏多拉斯200年來首位女總統秀馬拉 她在競選的時候就曾經提出要棄台頭舟 商人之後雖然一度改口 但國內經濟問題最終仍然成為了倒向中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秀馬拉面的問題真的很大 宏多拉斯是中美洲第二窮的國家 宏多拉斯約有75%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 治安也很差 幾乎稱得上全球最暴力的國家之一 某些城鎮每天甚至發生10到15起的兇殺案 這主要是因為宏多拉斯位處於中美洲 正是毒品從南美洲銷往美國的轉運站 根據一項調查 宏多拉斯有超過20萬家庭都是黑幫所討保護費的受害者 但甚至警方貪腐問題及害怕報復的有99%不敢報案 這些保護費就成了收買軍警替高官競選的重要資源 這情況有多嚴重呢 連答案了8年總統的葉南德茲都被控收受販毒集團的賄賂 去年4月被引渡到美國去受審 總統的弟弟也因為走私上百頓的骨科檢 遭到美國判處終身監禁 為了要處理前朝的爛攤子 秀馬拉不得不大規模掃黑 但是掃蕩需要長期的抗戰 但面對迫切的安居危機卻有點緩不濟急 你可能會說城市不安全 那到鄉村去總可以了吧 也不行 近年來预風或是極端乾旱等自然災害 不但嚴重的衝擊看天吃飯的宏都拉斯農村 也造成了人群的流離失所 不少宏都拉斯人為了要逃離死亡威脅 選擇冒險偷渡到美國 這就造就了宏都拉斯的非法北漂移民潮 這樣大規模的移民潮不僅冒險 也讓宏都拉斯流失了大量青年勞動力 2021年一項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 超過55%的人打算在畢業後移民 導致部分地區人口老化 因而無法提高生產力 整個國家因此陷入了惡性循環 但如果要打破困局 就需要潛蓋基礎建設改善執法系統的 偏偏宏都拉斯難以獨立回天 說起來宏都拉斯一直深受地緣政治所苦 經歷300年殖民統治後終於獨立 打了多年的內戰 最終卻淪為大國傀儡 先是成為美國的香蕉共和國 政治經濟面皆遭美國企業把持 如今不只遭了跨國獨銷集團控制 還要面臨新冷戰的美中角力 中國近幾年靠著一帶一路 把手伸進中美洲 強化影響力已經不是新聞 目前美國雖然還是宏都拉斯 第一大進出狗國 但中國的經貿佔比也逐年提升 分析指出 北京是利用這些關係 追求地緣政治目標 包括進一步孤立台灣 外交家雜誌就有提醒 即將到來的巴拉圭總統大選 可能為台歸關係再來變數 北京有籌碼 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 拿貿易關係交換外交立場的轉移 至於美國對中美洲的立場 可以說是90年來幾乎沒有改變 外交政策形容 美國對拉美幾乎是三天補魚兩天曬網 常被恐怖分子貿易戰等事情分了心 在其他大國費心照顧自家後花園的時候 美國卻認為那是自家後院放任不打理 結果就是拉美國家轉向帶錢而來的中國 而拜登政府也因為中國插手跟移民問題 正準備重新關注拉美 一方面提出根源戰略 希望為洪杜拉斯等中美中北方三大角國家 改善貧富貪腐跟治安問題 對於台洪關係的生變 洪杜拉斯媒體引述分析師的說法提醒 當局是在把自己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而且不在意這麼做 會導致國內出現更嚴重的貪腐問題 這些結果事關主權 他們正是在把國家的主權交給中國 應該更往洪杜拉斯人民的長期發展更需要去想 國際政治很現實 中國有統一大夢 美國有邊境壓力 洪杜拉斯有治安問題 那台灣呢 在台灣來講 就又回到每次有斷交新聞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爭論 就是台灣是不是乾脆放棄我們這些邦交國算了 德國之聲訪問的學者 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的訪問學者胡莎娜認為 台灣應該要考慮對自己最有利的外交戰略 跟盟友的關係應該是互利 突出台灣的實力 抓住在國際上講話夠大聲的國家合作 例如當美國日本或印度提到台灣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一個更大的新聞 它就會有影響力跟分量 但是淡江大學的教授龔國威認為 也應該要全力維持跟現有邦交國的關係 因為就算有講話夠大聲的美國日本支持 我們還是需要邦交國 在聯合國幫我們說話 有20到30個邦交國挺你 跟只有10到8個比起來還是差很多的 我以前也一直覺得沒有邦交國不行 但維持邦交的成本得要考量進去 每個邦交國放棄台灣轉向中國 難道是因為我們是壞朋友嗎 不是嘛 是維持跟台灣的邦交就會得罪中國 成本很高 這些國家都很窮 付不起中國再給點錢就轉向了 很難想像嗎 相對的台灣也要想 要維持這些國家的邦交得要付出的成本 我們負擔得起嗎 得到了成果是划算的嗎 我覺得不划算 我以前跑聯合國 那時台灣還有二三十個邦交國的時候 每個友邦如果關係好或者有收到錢 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的時候 就會上台去宣讀台灣交的稿子 說是為台灣發聲 基本上就是講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深信台灣參與多邊體系 能夠帶來寶貴的貢獻 很多時候就只講這一兩句話 對宣揚台灣主權有用嗎 我覺得一點用都沒有 這些小國家說話根本沒有影響力 後來這些國家的發言 最重要的用處是被拿來衡量 我們跟這些國家的關係好不好的工具 舉例來講 馬少爾群島的總統科布亞 在去年底聯合國大會發言末尾 以兩分半的篇幅為台灣報不平 這很夠意思 很長啊 馬少爾邦交大概短期內不用擔心 但是宏都拉斯去年底在聯大 就一個字未提台灣 而且是連續第七年 那時候就該大拉警報了 但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吧 因為友邦在聯合國的發言 連在台灣都沒有多大新聞版面 你覺得在其他國家會有嗎 有人在說這些小國邦交還是有用的 比方說蔡總統每次去美國 都是用過境的理由 沒有了中南美邦交國 那以後連過境這個藉口都沒有了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用擔心 過境本來就是個藉口 是因為美國顧忌中國反應 才設計出來的關鍵在美國 不在中南美國家 將來要是台灣沒有了中南美邦交國 台美關係又好的話 自然會想別的藉口讓台灣的總統去美國 AIT的處長孫小雅 接受我訪問的時候說 他來台灣最重要的任務 排名第一是加強台灣的防禦能力 排名第三就是協助台灣增加國際能見度 在我看 美國肯幫你比死拉活拉小國有用 台灣要擔心的是 美國換個總統政策會不會變 是雞蛋全放在一個籠子裡的風險 小國邦交有當然最好 沒有也不會死 這是我的看法啦 歡迎大家來分享你的看法 是要走A大國路線 還是B小國路線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